临志玲一直也是娱乐圈内比较出名的女明星,身材好,长相美,声音也是非常的甜的,是大众的女神,在很早的时候也是出演了很多的作品,演技方面也是可以的,但是最近几年比较带出娱乐圈。 很少看到她,但是在今年的一个大新闻直接轰炸了娱乐圈,我们的志玲姐姐不声不响的结婚了,她的老公是一名日本的艺人。 这次关身,就连前男友言程序,也是看了新闻才知道,而好朋友小孩子也在最近的节目中表示,林志玲结婚的消息是被通知,甚至黑泽良婷都没有出现在林志玲的朋友圈。 可见,志玲姐姐对恋情隐瞒得十分严密了。 婚后,林志玲得到了很多网友粉丝的祝福,但是也有不少质疑和不看好,感觉女神嫁给了日美人,心里合影。 8月17日,林志玲爸爸林凡男参加了台湾一个慈善活动,接受媒体采访,受谈女儿嫁的日本原因,林凡男大色女婿,称对这个女婿飞,常满意。 林凡男评论黑泽良婷,她长得高,美人也谦虚,这代表DNA不好,品性也好。 看得出来,黑泽良婷确实承得岳父的心。 网友纷纷表示,难怪如此。 林志玲,又是女神级别的,如今已经快年过半百了,但是在娱乐圈一直都是顺风顺水。 台湾女神更新换代。